大家好,我是新燈莉莉,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相信大家想起Hannah的時候 都是會想起手上畫的圖案 或者在外面你都可以畫到那些文 但是我們印度人除了畫圖案之外 都會用Hannah來演發 我今天就教一下你們了 其實Hannah是一種植物 我們就會醃磨成粉 變成這樣 我們印度人不太喜歡用外面不同品牌的演化產品 因為它們會有很多藥物 或者會令你的頭髮很傷 我們會很多時候用Hannah來演化 或者你有很多白頭髮的時候 你的頭髮很傷的時候都會用Hannah 我們需要的材料其實很多超市都會買到 第一個就是橄欖油 橄欖油我們印度人很喜歡用來焗髮 因為對我們頭髮很好 而且都會令你頭髮沒那麼乾 除了用橄欖油之外 我們都會用椰子油 塗在頭髮上焗一晚 所以我們今天會用橄欖油 除了橄欖油之外 我們有檸檬、蛋、乳酪 這些都是可以護髮 所以我們都會用這些材料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材料 就是Hannah粉 Hannah粉 其實我都知道外面有很多品牌 都會說他們的染髮產品是有Hannah 但其實我覺得買天然Hannah是最好的 我媽媽就會買這個品牌 叫做Herman 如果你們去任何印度雜貨店 我們之前介紹過的品牌 都會有的 你看它寫著 Natural Hannah Products 就是天然Hannah粉就可以了 我今天會加多一個特別材料 就是用咖啡和茶葉做的水 因為如果你染Hannah的時候 其實染了出來的顏色會比較橙 所以我今天會加這個水分 其實是很容易的 你加少許咖啡豆和茶葉 滾了的水 加入Hannah混合 就會令你的頭髮比較啡 顏色顯出來就會漂亮很多 開始之前 記得穿一些比較舒服的衣服 或者是家裏穿的衣服 你一定會滴到周圍 所以我今天就穿了一件水衣了 第一個步驟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涼杯 我們會加一杯的Hannah粉 其實Hannah粉你看起來是綠綠的 但染出來之後就會變成橙色 我們加一杯 一級 如果你頭髮長一點的話 你就加多一點 但我長頭髮是偏到這裡的 所以我就加一級 下一個步驟就是加剛才混合了的 茶葉和咖啡水 你記住不要加渣 它的顏色也挺漂亮 好像抹茶 不知道為什麼 我混合到它變成稀為止 又不是稀的 稀地 媽媽 是不是好像不行 剛才因為我不是很清楚怎麼弄 所以我就問了媽媽 是不是應該加多一點水 但是它說加乳酪或蛋的時候 它是會變成液體的 所以其實都差不多了 我混合到這樣 剛才我加了大約半杯 加了大約半杯就變成這樣 然後我就會下一個步驟加乳酪和蛋 乳酪我也是會加兩斤 其實任何乳酪都可以的 但便宜一點的都可以的 不用買得那麼貴 我記得我之前的頭髮好像染了金色 然後頭髮很傷 所以我媽媽就連續兩個月 不斷幫我塗Hannah 塗了大約兩個月後 我的頭髮是厚了 而且馬上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 變成了引導細絲 有時候我媽媽可能生白頭髮 或者我爸爸生白頭髮的時候 都會用Hannah 因為不會傷到你的頭髮 然後我們就加蛋 蛋一茶匙 我想起一個廣告 雞蛋六隻 糖兩茶匙 還有一些橙皮 因為我們加了蛋 所以記住你們一會兒洗頭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熱水 否則就會有些煎蛋的物體 存在你們的頭上 我真的認真的 而且你洗完頭之後會很臭 如果你用熱水的話 你看到我一加蛋之後 已經變成一個paste形的物體了 加上檸檬和橄欖油 就差不多了 我媽媽就不太喜歡加蛋 因為她覺得有點臭 因為蛋其實對你頭髮很好 但是你可以加油 如果不加油就可以 我就比較喜歡 好了 然後我加點檸檬 然後就加點橄欖油 橄欖油也是加大約 兩個tb spoon 好了 我們弄到差不多了 混合得均勻一點就可以了 OK 看到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我看到其實都是比較稠 我會加多一點乳酪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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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問了媽媽 因為我覺得paste好像很不對勁 所以她說欠了一點水 要加多一點水 令她稀一點 而且你弄完這個面膜之後 其實是要放大約兩三個小時 你放完兩三個小時 才可以塗 所以我們弄完之後都要等一段時間 欸 好像對腦了 我手抽筋得很累 I am a genius 那我剛才就問了媽媽 為什麼 她一向弄的時候弄得這麼漂亮 但我弄得有點噁心 她就說其實 你混合的時候 她建議用手混合的 因為你會看到有很多一粒粒粉 是未溶化 或者未混得那麼好 所以她會用手 但我不想弄到那些指甲 所以我就 她說塗在頭髮的時候 粉是會自己散的 那就不要緊 好了 我們現在弄完這個混合 弄到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要放大約兩三個小時 放完之後就可以塗在頭上 那我現在去吃飯了 我們待會再見 那我今天就邀請了我媽媽 是一個特別嘉賓幫我塗 因為我自己真的不懂塗 而且她一向都是幫我塗開的 最重要塗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顏色是變了的 因為你放了兩小時之後 顏色就會深色一點 最重要是準備手套 因為你不想染到整隻手都是橙色 而且最好就是用手塗 你會塗得比較均勻一點 那 You can start now 技巧的話 我媽媽就會幫我按 你看到她 都是會由上面開始 而且它的混合會有點冷 因為你加了乳酪 加了蛋 然後塗的時候 由最頭開始 然後塗到尾 我媽媽說 如果你夏天塗Hannah的時候 會令你的頭涼爽一點 因為加了乳酪 還有植物 都是對你的頭皮好一點 所以冬天的時候 我媽媽會叫我不要塗 因為都會凍傷的 你看到她已經幫我做到 我的衣服髒了 這隻顏色應該是洗了幾次之後 都不會走的 可能要洗了十幾次才會沒事 所以一定不要用這漂亮的衣服 完成了? 這麼快? 是啊 是啊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Hannah是由印度來的 但不是的 其實Hannah這個東西 是由Muslims轉過來印度 很多人都會在中東地方都用Hannah 是很流行的 我現在就塗到 差不多了 我不可以動得太厲害了 不然就會染到我的梳化 你可以看一下我媽媽的手 雖然她戴了手套 但也可以染到她的手是變橙直 因為我媽媽剛才用的手套 是比較透的 所以你們用的時候 用比較厚的手套 不然你們手都會好像她這樣變橙 搞到有點緊張 不知道我的頭髮會不會很橙 那我們等大約兩三個小時 等完之後 我洗完頭你們就會看到效果 我本人覺得我頭髮是滑了很多 髮質也好很多 還有彈性比之前比較 如果你們有興趣試一下 你們也可以跟著我的影片做 也可以在留言跟我說 你們覺得效果是怎樣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咦?你們還沒走 走之前 記得留言、LIKE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